你好,政治揭露啊,喂,大家好啊 这部片播出是3月26日,喂,大家好啊 昨天23条发威,星期一,第一个工作日 那就令到这个马俊文,这个美国队长的2.0,没办法提早放牢 这件事都是很值得欣慰的,因为香港这些法例的荒谬 其实我们发觉了很久了,稍后再讲一些感受 除了这件事之外,也提一提,这个垃圾征费的问题 很多议员都很关心,要求政府推辞 而政府一定要在4月1日做一个试行 再看试行的反应,决定是否推辞 我觉得基本上政府这个决策是有问题的 稍后再讲了 好,那我们先入正题,请大家订阅 何志光有仇必记的频道 分享,留言,赞好,还有按铃铃铃的 请你们每一天的12点钟或者晚上的时候 看看什么片子出 那我就在这里想做一个广告 因为我今天出不了中美争霸 其实我想继续讲这个322莫斯科音乐厅的那件事 其实整件事的性质是很严重的 香港没有人提这个3223月22日的恐怖袭击 其实这个级数就跟911同级 将会影响世界大局的 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这样说 他就说,美国用IS为乌克兰打掩护 这个扎哈罗娃这样说 华盛顿会天都在帮基辅脱罪 并试图用被取缔的IS这个稻草人 去遮掩自己和其创建的习联斯基政权的罪行 现在呢,无论什么都好了 俄罗斯就将整件事进入乌克兰和美国里 就是拜登搞恐怖主义 现在在俄罗斯解读里面 当年911呢 和阿富汗呢,是不是真的有什么关系呢 和红塔利班有什么关系呢 美国不理的了 我认为是和红塔利班有关 那我就进去冲去杀人放火 现在俄罗斯呢 已经说了是你美国和乌克兰搞这件事出来 而我相信呢 其实我中美争霸 我星期一那节都有出 我就说,喂,其实呢 这个阿富汗里面境内的 的伊斯兰国呢 是有份去组织一些人 但是呢,我相信伊斯兰国的能力呢 靠自己呢,是送不到那些人进去俄罗斯境的 里面呢,国际性的分工呢 去做的,所以这宗的襲击案呢 是一宗很大的襲击案 俄罗斯境内呢 也有很多潜伏了的西方间谍呢 去配合 拉拉了11人后面的呢 参与这件事的人 不止11人,更多 所以呢,现在呢 俄罗斯就生气了 但当然啦,俄罗斯就不会 发动核战 但是这个会令到世界局势呢 是很紧张的 也有机会呢 引爆呢 欧洲的全面战争和中东 以色列呢 因为其实这件事都看来呢 如果说得伊斯兰国的话呢 跟以色列都分不开的了 以色列也有动机呢 去搞俄罗斯 所以整件事 这个我说不了这么详细的分析 但是这件事是很严重的了 322 我现在要证明了 这个叫322恐怖襲击 很严重 所以留意明天中美争霸 其实呢 我想说啦 垃圾经费可以先说 我现在想起 其实我会觉得真的很离谱 是很严重的啊 真的 你政府 我真的多次去说了 你陆在区区 你是鬼那么少的 少的点 这些我是重复论点啦 四十几个 政府有没有改善到呢 好像说 我记得23条呢 基本上是 在一月尾的时候宣布去做咨询啦 其实在一月多的时候 说4月1号要做了喔 所以政府知道 喂 现在这个垃圾经费呢 绝对会影响人民 就是香港人的心情 就是你强行弄这个垃圾经费的时候呢 立23条都会令到大家很反感23条了 喂 你弄这些东西这么妖瞎 你还弄23条 那其实这个会破坏23条立法的啊 垃圾经费基本上是一只锅来的啊 所以一月那时候杀停了啦 那但是在一月 到现在这两个月啊 一月左右 我见他杀停啦 这两个月里面我见不到陆在区区 他多了任何一个的回收站 跟着呢 你现在就说呢 是某一些的私人屋院呢 有一些的厨余 厨余基这样 那究竟有多少个厨余基啊 如果是私人屋院的 原来你 但只有某个屋院 你给四五部 那跟着 喂 跟着某些屋院 你照顾得好多 那就给了个胶盘人家 去装厨余 那但是其他区呢 就没有 那跟着呢 人家的公共 就是公屋啊 人家见到有厨余区呢 那有厨余基呢 那他就很好心地啦 那就拿个胶袋 装着那些厨余 那扔完那些厨余之后呢 那胶袋呢 是濕的 骯髒的 那怎么办呢 那就 扔了 那又是製造垃圾咯 其实这些配套这些全部不行 就是说 喂你弄些厨余基啦 那你 是应该教导香港人说 喂你这些厨余基 不如有个 特别的兜去处理它啦 那什么什么什么啦 尽量不要用胶袋啦 那这个 喂这一部分 这些细节的东西 你全部没做好的 而我又理解啊 基本上 全香港的厨余基 是极少的嘛 就是如果那些穷的人 住在游尖旺那些 或者深水埗那些 沙漠大厦 那你有没有厨余基 当然没有啦 那就是说 他们的垃圾呢 就是最多的 因为可以recycle的东西 你都没有那个recycle设施 去给他们recycle那些厨余 是不是 那你这么少厨余的时候 你还搞什么东西啊 厨余基这么少 搞什么东西 这个垃圾经费啊 其实现在你一看就知道 你政府是未ready的了 你就是说 你要鼓励别人去回收嘛 那你都回收设施极少 不够 四十几个陆在区区 加什么什么 跟着你有些流动的站 那些太少了 而且那些呢 除陆在区区以外那些呢 是不收餐电打 不收指包 那些那些包 那些包 现在我才知道呢 你这样包的那些饮品呢 那些饮品呢 那些饮品 那些包装呢 那些东西呢 是可以回收的 但一定要去陆在区区 如果不是平时普通的 回收站呢 是不会回收到 那怎么样啊 就是你太少回收设施嘛 你会觉得我重复 但是我会说一句 重复也没办法啦 你真是 你谢展环你没做好些东西 你就麻烦 你就不要说 哎呀 你4月1号 推迟到8月1号 你说8月1号 不实施就会丟 你未ready 就是未ready的嘛 你如果你找人 你用一年时间 我可以说一句 你8月一定不行 你说2025年8月1号 可能有机会 你趁这年多时间 你一下现在说 就2025年8月1号啦 如果你说现在趁这十几个月 大量订造一些厨余机 那可能有机会呢 就回收那些垃圾里面 最主要的厨余是最麻烦的嘛 濕的嘛 你说有大量厨余机处理的 那就少了很多垃圾的话 大家很乐意跟你搞 搞这些减少堆团区的 就是你堆团区不够的嘛 你想鼓励这个回收嘛 但是你要做了先咯 你不够就是不够的啦 为什么你 你謝展环还在拖时间 哎呀 或者有机会8月1号可以呢 我说一定不行 现在是这么多个议员都看到你不行 而且那些议员 他们都会有一些伙计走下去落区 他自己是不是经常落区我不知道 但是他也肯定有一些员助你是落区的 他们都看到是不行的嘛 即是你政府那些你不要再浪费时间啦 直接宣布啦 推迟啦 无谓8月1号时才样衰啦 OK 那我另外讲23条啦 23条呢 其实呢 我觉得呢 真的很好啊 这人呢 基本上是一个白痴来的 叫马俊文 即是呢 美国队长呢 2021年呢 就走去悼念 这一个的 呃 就是 那个 就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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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伟业啊 他是悼念这个 七一刺警案那条契弟啦 在蘇共门口 还要跟警察说 是啊 我不给你对身份证 那现在只是告他阻差罢工啦 那第一代 美国队长其实就 在那儿做完那些仆佳东西 都是说 哎呀我煽动 其实在那儿宣扬恐怖主义 但是香港这个法例呢 其实容伟业这个人呢 我觉得应该是 告他宣扬恐怖主义的 如果你悼念一些 那些呢 实行恐怖主义 恐怖活动的人 那在西方啊 或者全世界呢 你说 哎呀我 我歌颂你拉登 我悼念拉根 你一定有事的 你就是叫宣扬恐怖主义的 你 你不可以亂悼念一些 兇徒的 你悼念兇徒的话呢 悼念恐怖分子的话呢 就是宣扬恐怖主义的 但是香港呢 宣扬恐怖主义呢 只是告了警察办公 就是这个法例的荒谬 这条契狄呢 长期到处喊 在2020年的时候呢 国安法生效了呢 他仍然在大喊 去跟lunch哥一起 大喊就是说 光复什么时代什么什么 那些 就是你宣扬港独啦 就是善惑啦 管来判了五年九个月呢 强行给那些黄法官呢 宣扬到只有五年 跟着呢 现在去2020年啊 去去犯案 到去判的话 可能都迟几个月至一年啦 是不是啊 那现在取今的 未够三年 就是他坐了未够三年 他五年九个月 宣扬到五年 跟着呢 未够三年呢 现在就可以放 那你都知道是不是叫荒谬呢 是不是啊 就是他 是煽动些人搞港独的嘛 那现在是坐两个月就能走的嘛 是不是啊 因为他在监狱行为良好 所以就要减刑 其实我会认为啊 我们的建制派议员呢 你们不要以为立了二十三条 天下太平 你们没东西做啊 其实你们可以做私人草案条例啊 因为呢 在议会里面呢 其实我认为现在呢 89个议员里面呢 89个都是建制派 迪志远都骚了啦 是不是啊 开了牌啦 去投票支持二十三条啦 去哪里真是民主派才行的啊 是不是啊 现在的黄丝都不会承认他是民主派啦 迪志远 那就是说你现在你建制派 可以一统天下 就是说 不会啊 因为什么分组点票啊 什么差事呢 去阻力你们呢 私人草案条例的 其实我觉得应该用私人草案条例啊 修改啊 这个监狱条例啊 这个监狱条例 直接取消所有减刑 我觉得一个犯事的人 他 他 坐 在那个 完全满足整个刑期 的要求 他 是去 在监狱里面 守秩序 不犯事呢 是应该的 不应该有奖励的啊 不应该因为行为良好去减刑的啊 就是我现在的情况就是说 你 邓炳强 叫做 就是可能他 比较 小心啦 他就说 如果 因为23条 因为修改了监狱条例 就 所有 牵涉 国家安全的罪犯呢 是不准减刑 那我觉得呢 应该所有罪行都不准减刑的啊 那其实现在呢 香港呢 很多时候呢 这些犯罪的人呢 他在监狱几大都很多时候都是 没什么的啦 不会再搞事吗 你以为 你以为那么喜欢在监狱里面 坐完再坐吗 是不是啊 不搞事的是个must来的 在监狱 但是太多这些罪犯呢 太快放出来 最离谱的一件呢 我记忆呢 就是2015年呢 豪冲爆炸案 几个匪徒呢 他们是做炸弹 想着呢 就是要呢 是攻击呢 当时呢 一个政改的表决 2015年 那这些契狄呢 2015年呢 就发觉他们做炸弹 就逮捕啦 他们坐三辆多呢 未够四辆呢 2019年年初呢 就放了出来的了 就是你想想做炸弹呢 都是判你五辆 还要行为好呢 就坐了未够三辆 就放了出来 你说是多么得人害怕啊 你马俊文也好 又或者豪冲爆炸 那几个契狄都好 他们是做炸弹嘛 这个就是煽惑港独嘛 你让他们提早放出来的话 那这些人 他们对社会很大威胁啊 梁天琦 2016年去暴动 2017年年底呢 才去 呃 才开始因为有人弃保潜逃呢 而去被捕 那当你18年初开始坐啦 那他坐到呢 2023年呢 年头就放监了 就是梁天琦是搞暴动的 集警的 他坐了呢 四年多呢 就走了 他判了六轮 就是其实这些人搞暴动呢 其实是对社会多破坏的 很离谱的 但是你又是四轮多就走得了 就是英国佬遗留垃圾的法律 整天轻判一些罪犯 令到我们的社会呢 充满了呢 是危险的 这些契弟呢 其实我会说一句 美国队长2.0呢 马俊文呢 都是一个呢 低级的美国间谍 低级的间谍我见过的 在花生台看到 现在花生台全部人都是间谍来的 是不是 社民连 是不是 全部都是收肥老底钱的 是不是 全部都和学联通的 学联也是间谍组织来的 但是花生台里面最低级的一个人呢 他叫做夏仁水 是不是 忘记了叫什么 关神之 他负责掃地的 在网台里做网关掃地 这些人呢 低级到呢 就是负责呢 帮陶军恒呢 去找些鸡给他叫 接触扯皮条 陶军恒你想叫一些高级鸡啊 那我夏仁水 关神之帮你去找啊 这样 你要弹一只鸡给 李永达啊 这个的 这个的 何俊仁叫的话 那就经关神之去找鸡咯 做到这么低下的人呢 原来我发觉呢 他永恒都可以呢 在泛民里面走来走去的 就是间谍可以很低级的 负责掃地和帮人找鸡的 联络 就是和那些妓女啊 或者扯皮条联络的人 都可以是弹谍来的 但是最高级的间谍呢 可能是地产商 几千亿身家咯 是不是 那个家族又有货柜码头 又有超级市场 啊 又不知道啊 早几年在英国 啊 卖 卖 这个电话咯 啊 那那个家族 都是间谍家族来的 这条契狸呢 很明显是收美国佬钱呢 去搞事的了 就是这些人呢 就是你说 哇 你坐了两三轮 判了五轮 就减刑减到两三轮 就可以走得出来 对社会有多大影响啊 喂 其实现在呢 有了二十三条呢 再判的话呢 他们这些呢 可能判七八轮的了 甚至十轮 他肯认罪的可能多些啦 可能就七八轮啦 不认罪就十轮的了 就是我会觉得对这些人 事实上过去的法律太荒谬 有二十三条呢 是可以说 将一个香港一个很大的漏洞呢 矫正了 所以这个我看到二十三条呢 事实上真的呢 是对香港很好的 我认为啊 就是这个呢 我就说了这么久了 但是无论怎样都好啦 我就 呃 我希望大家 你明白 就是二十三条呢 香港真是很重要的 看一下民主党 会不会倒闭啦 就是我要这么说 民主党呢 很明显是一个间谍组织来的 现在呢 他一个前党员呢 走老了去台湾 就宣布呢 就退党 是不是因为 他们走老了的人 不想干预民主党继续运作呢 但是有了二十三条 民主党摆明就是间谍来的啦 是不是啊 我想长期香港政府 再有各级选举 都不会被民主党参选的啦 他都不是爱国者来的啦 是不是啊 那这些契弟退党呢 就希望帮民主党和 不如解散了它啦 有二十三条 真是浪费气 就是这些什么社民连这些呢 民主党这些呢 直接应该呢 取替了它 那那些黄尸的又怎样呢 你不喜欢就走咯 是不是啊 先说这么多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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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